镜头俯拍家门街道 广西贵港民众无奈又无助 因为一场暴雨导致市区严重内涝 污浊的黄水淹没轿车轮胎 一楼店家虽然急忙搬来沙包 但污水还是挡都挡不住 广东应得一样惨 暴雨肆虐下大水灌进市区 有轿车几乎被灭顶 上海也发生暴雨雷电天气 客轮必须全线停航 因为24号是大陆端午节 廉价最后一天 恶劣天气也让收价车潮塞得更厉害 那从镜头中可以看到 我现在长星岛服务区上扎到 进隧道的这个方向 车辆已经出现了缓行 那交警部门也是及时的 采取了一个限量的措施 浙江暴雨导致一辆白色轿车 行驶到半路抛锚 等消防源道场洪水淹到车窗 一对夫妻已经爬到车顶避险 我下去了 好 我抓住了 大陆南方多个省市 连日来暴雨下不停 重灾区之一的江西 已经有超过18万人成了灾民 经济损失破9亿台币 TVBS新闻谢谢谢李明珍 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战争TV 谢谢观看